这怎么回事呢 前两天跟一个医生诊所 聊一个他要一个审批这个药 叫什么PD-1 inhibitor 就是这PD-1 inhibitor 药的名字其实是哪一个呢 是这一个 Nivolumide 这种药 他告诉我这是PD-1 inhibitor 因为我并不是 治癌症的一种药 癌症可以治癌症 我对癌症这方面不是特别熟悉 我专业其实在 在一个psychology那面药里面 我知道比较多 对专业的 cancer 癌症的药不是特别熟悉 而且这个PD-1 inhibitor这名字 我确实我不记得我以前学过 我想这是什么东西 我就去查了查 我先查了查 它名字其实先说一下名字 它叫什么 它叫PD-1 就是program death receptor 1 OK 咱们翻译呢 就是program death 就是已经 已经程序死亡 死亡程序 这个receptor 就一个接收 接收器 美国这边呢 西方医学都是receptor 有个接收的 还有一个什么sune 一个receptor 还有就是 所有的人体里面都有receptor 用药就是对这个receptor 来实行这个作用 简单来讲 来 我先查了查 这个我们专业的 用这个micromatics 就是drugdex 查一查这个mechanism of action 我刚才说的一种药 它这药叫 nevolumab 查了查 这个呢 写的其实呢 不太清楚 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这个平常的人 可以一下读懂的 它说什么呢 是monoclon antibody that enhances the antitumor response by bending PD-1 receptors and blocking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PD-L1 and the PD-L2 是一个这么作用 resulted in decreased tumor growth 让你的癌细胞 不会再长 是把这个receptor 把这PD-1的receptor给挡住 但是呢 它具体怎么挡 到底这个是一个怎么作用呢 它这里没有 我又刚才查了查 我又刚才查了查 一个代表的药 就是key true的 这是key true的 很早以前 到现在好像是 我刚才查查这个AI 一查它就出来了 这是 到现在 已经批准了 应该是三个了 PD-1要 这个key true的是最早 2014年批准的 2014年批准的 然后呢 你如果说是 PD-1 check 打这个 AI马上就出来了 非常好用 现在 到了4月份 2022年 它不是最新的 现在已经2024年了 FDA批准了三种 就是这个 Nibolumab 还有 Penbrolizumab 还有这个三种key true的 它并没带里面 是吗 anyway key true的是什么 key true的 找着 key true的 找到一个Y anyway 是这个 Penbrolizumab 其实呢 这三种 就是 里面有一种是key true的 这种 哪去了 这个其实就是key true的 三种 三种 然后呢 我上了上这个key true的的 这个官方的网站 key true的官方网站 这里解释的就比较清楚了 解释的比较清楚了 你看 key true的works with your immune system to help fight cancer cells 就用你的自身的免疫力 works with you 你的免疫系统 去和这个 癌细胞 做痘症 它并不是 我们常说的化疗 或者是放射治疗 并不是 它是一种 immunotherapy 学到一手 immunotherapy 用你的自身的免疫力 来跟这个癌细胞 做痘症的一种药物 他说key true的 可以导致你这个免疫系统 去吸引你的正常的器官 或者这个细胞 但是呢 治疗癌症就是这样 没办法 对吧 然后呢 这里啊 还有一个 这PD-1 pathway 是什么一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program death 它有一个pathway 它有一个路程 其实呢 就是cancer cells 就是这个癌细胞 会呢 隐藏起来 大家知道这个T cells T cells是这个 是一种这个叫killer cell 它是可以这个杀死这个癌细胞的 一种另一种细胞 人体里你可以这个 有这个免疫的这种细胞 immunicinism is a body's natural defense against disease 就是你自然的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免疫 它其中就有这个T cell 就是有这个T细胞 在你这个身体里 它可以呢 找到啊 你这个 你这个 癌细胞 或者各种其他的 这种有 这种坏的啊 这个病造的这种细胞 哎 癌细胞啊 会藏在用这个PD-1 pathway 用这个PD-1 这个路径呢 它藏起来啊 藏来之后呢 你这个T细胞就看不见了 它的癌细胞了 所以说你这个自身的免疫系统 就啊 不能把这个免 把这癌细胞杀死啊 是是这么个 是这么个路径啊 这么个工作原理 哎 这个比较清楚 哎 然后呢 这里有啊 哎 这种啊 PD-1 inhibitor啊 就是像Kichu的这种药呢 他 这个癌细胞啊 可以通过这个路径藏起来啊 但是呢 像这种药呢 PD-1 blocker呢 啊 inhibitor呢 他是哎 把这条路啊 给封死 不让这个癌细胞藏在那里面啊 是是是这个啊 就是说 哎 help prevent cancer cells from hiding 他既然藏不住了啊 你这个T细胞啊 就可以检测到啊 这个癌细胞 从而呢 用你自身的免疫力啊 来把这个癌细胞杀死啊 是这么个途径啊 这么个工作原理 来 这里还特别提醒了啊 特别提醒了 看啊 特别提醒了 你这个在用它的时候呢 啊 他也可能啊 因为这个T细胞呢 啊 他会杀死其他的正常的细胞啊 但是没有办法啊 你这个就跟那化疗似啊 化疗似 你这个 呃 不仅把坏细胞杀死 也把这好细胞也杀死 是吧 这里面呢 还有其他的啊 就是说 怎么和化疗一起用啊 这里不细看 我就想知道啊 这个其实呢 这个 这个PD-1啊 这个 inhibitor 到底啊 到底是一个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 刚才这条已经查过了 应该 呀 然后呢 这一条啊 是immunotherapy 这里有啊 这里有啊 它是immunotherapy right 嗯 这里又怎么用啊 这里也就不说了啊 这里就不说了 今天主要是 啊 我忽然觉得这个啊 对我来讲是一个新鲜事物啊 我又学了啊 学了一个啊 在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啊 活到老 学到老啊 这个 呃 科学嘛 对吧 你永远是这个 呃 继续持续更新啊 是这个 是我们这个 这一行啊 这个 应该要 做到的啊 保证 保持自己的这个 这个 及时的 信息的更新啊 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啊 今天就聊这么多啊 如果你对这种药呢 啊 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啊 查一查啊 问一问这个 AI啊 他就可以给你一些非常 简单的啊 这个 直接了当的 非常 明白的 答复